张台秋是一个古曲 它是根据琵琶塞上去中间的一段 而曲才经过改编成为笛字读奏曲 那么这个曲子主要的特点 不是宣扬演奏的技术和技巧 它主要是刻画人的这种内心 这种情感的一种演奏 所以在演奏的中间 更多的是拥用这种长音 在长音里边的这种弱和强 以及这种小小的维不那图这种颤音 根据人的这种情绪而起伏 所以这个曲子演奏的时候 应该说其实比那些快的 技巧性高得更难 难就难在对情感欲长音的控制 那么这个曲子呢 最早在七十年代的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 当时是为了改革空喉这个乐器 是用销和空喉一块合作演奏的 那么后来呢 那这个正好我在试用这个低音笛字嘛 所以我第一次用低音笛字 就是用在庄台秋诗这个曲子里边的 所以这个曲子的时候 对音诗的发挥是特别的用心 好下面你们可以听一下庄台秋诗 对音符的音符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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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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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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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